新政府即将上任 国民党把炮口瞄准新内阁 这回点名准复隔魁 郑力军的先生沈玄荣 在中国开公司赚红钱 才口口声声说了 未来我们追求的是可信赖的伙伴 口中安全供应链是中国吗 徐晓星加码秀出关系图 要佐证郑力军的丈夫 开设的母公司台湾居慈 和子公司东晚方侧间紧密关系 女儿沈亿作为台湾居慈母公司的法人代表 沈玄荣的亲信是胡佩莉 曾经担任居慈台湾的负责人 后来成为东莞方侧的负责人 而台湾居慈跟东莞方侧的关系 不只有他们双方的贸易 东莞方侧变成了台湾居慈帮忙销售 他的产品到大陆各大电子厂 成为白手套的一个管道 徐晓鑫讲得正正有词 还只言有台商看不下去才会爆料 可以看到所谓子公司的业务员 他使用的email完全是母公司的信箱 郑力军的先生是这家台湾居慈的负责人 他对于东莞方侧电子有限公司 有实质的控制力跟影响力 实际上早在2019年 郑力军就对外回应 先生没有在中国有投资 没有担任中国任何公司职务 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回到中国 而准隔魁中泰也替自己的副手 郑力军还家 郑力军副院长非常有文化底蕴 而且有民主精神 对他以及他的家族 我们都充满了感激 未来我会用这样的心情 跟他一起共事 威林新政府即将上任 来瞄准新内阁放大检视 但也不免被质疑 为了声量 嫩饭热炒 三立兄郭斯文 马月关台报导